打掃 奔手沒打掃 沒有人害怕 你不打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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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有錯 你也有錯 你不打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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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講你 我先講你 你打掃 不要動腳 孫子 我跟你說 你不動腳 來 孫子 阿嬤不要跟你說 來 阿嬤不要 你剛才都是這個 都是這個 你良心好棒 你把我打掃 你吃 你到今天還死不承認 全部要推到我身上 對 所有的貓頭都在我身上 過去之下 現在還是一樣 你把我們害得這麼慘 你還只要學成什麼 你怎麼聽哨 你跟她講 你講 我知道 我也要講 你自己講 你怎麼聽到為什麼 小孩那個小孩會彈 大人會彈這樣 你良心嗎 那是已經知道的態度 說大家不懂 你說 你說得清楚 好 你說 他懷了我的小孩 你硬要把他拿掉 是不是這樣 你為什麼要跑掉 你把他放掉 肚子打起來要這樣給誰 聽不懂 你慢慢講 你說他懷了小孩 小孩在那一邊 這個小孩的之前 對 還沒有結婚以前 對 他把那個小孩拿掉了 你跟阿玉兩個人 現在還沒有結婚 但是已經懷孕以為 沒錯 你不要亂講 我沒有亂講 沒有 這個是 不是懷他 是還有一個小孩 另外一個小孩 對 就是在戀愛的時候 對 懷孕了 沒錯 那個小孩 阿嬤執意要他 沒錯 把他拿掉 對 你不要混淆了 不是懷他 是還有一個小孩 還有一個小孩 那你跑掉了 小孩要交給誰 交給誰了 你把他害了這樣子 他怎麼要過日子 你今天不把那個小孩拿掉的話 不會造成 你害的 都是你害的 你不要通通怪我身上 對 沒有這個太端 不會造成我們那麼可憐 你良心何在 你良心何在 你講 你不要推到我身上 那你呢 怎麼不推到你身上 你把它放在一個老家裡面 你就把它丟在那邊 把它遺棄在那邊 那你呢 所以問問你的孫子 郭叔叔,立文放逃 要叫水來管 你也不管 不是,我們現在還是跟阿嬤 阿嬤 硬定是要喝 好,可是... 對嗎 你老婆會發瘋了 事到如今你還想要瞞 阿嬤,我們這邊... 那你發誓 我發誓 我跟你講,對天發誓 對,你發誓 發誓什麼 讓他吃了那個墮胎藥 你會造成他的小孩子掉 你有什麼證據 我有證據 你有證據 你一定要弄到那麼難看 阿嬤,我們說實際上 當時當初他們兩個亂來的時候 有兩個有心目 你會叫他們這個小孩子 不能流 一定要把它撩住 有這樣嗎 沒有 看你的心真夠狠了 有 你一定要把所有的錯都 對到我身上嗎 對 我已經慘得那麼慘 都是你害的 我家破人,我已經那麼慘 這個家庭變成這樣子 都是你一個人造成的 你真的太狠了 你太狠了 所以你一定要逼我叫出這個人來 你不要亂燒 我當時那兩年 我們他的生活很慘 是 找遍了醫生看這個病 然後我工作 他也沒有錢看病了 然後甚至於我想帶著他們去死 可是我沒有這個勇氣 那個慘婆呢 真的看我滿可憐的 因為他也知道 我那精神壓力很大 我平靈崩潰了 他可能是想要給我一點安慰 他就把一個不告人的祕密 告訴我了 他說一個小孩子 是怎麼掉的原因 都講得一清二楚 搞了半天就是他 你會騙故事 我會騙故事 我可以有證人 有慘婆這個人嗎 那不是慘婆,有沒有 他不會承認的 他不會承認的 我可以馬上打電話跟他講 我馬上撥 好,你等著 是你逼我的,不要怪我 喂 餐婆,是我啦 我是志偉啦 上次我拜託你那件事 你還記得 就是那個墮胎那件事情 你不能這樣亂說好不好 我那件事告訴你 那就是你老婆啦 宵油的老婆啦 阿嬌啦 這麼開心 夭壽 就說我站在那邊 那樓梯給我 給他吃 然後我看說給他吃 才會有 喔,你喔 你這樓梯很夭壽 你知道嗎 我這樣主張 這樣給他吃樓梯 我自己也要去問問 你不能這樣幫我 我沒有跟你說到什麼 你不能這樣幫我 臭皮疙瘩 上次看來好不好 好嗎 廠坡,謝謝 大家清楚了吧 好可怕的事實 清楚了吧 你還要賴什麼 阿嬤,你這樣太痛了 還要賴什麼 我告訴你 你大就騙了 你到現在還不承認 你把我們女兒放到... 你到現在還不承認 你把我們女兒放到... 你不要擲這樓了 不要這樣啦 不要擲這樓了 手指給阿嬤,你不要擲這樓了 你不要擲這樓了 你不要轉移交點 我不會跟你說話 我不會跟他講話 你不要轉移交點 對 你會做的,你會搭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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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媽媽不定義的 我告訴你 他幫你擲 你... 他幫你擲 媽媽,年紀有留心 今天不是你 你幫你擲 你小孩沒那麼誇張 今天是... 他不會瘋 還是不會死 我們不會那麼可憐 對 以前的媽媽說 媽媽不定義的 你不要這樣,我擲我 我是在那邊 我跟他媽媽 我跟他媽媽媽 不要嫁了 我跟他媽媽媽 來啦 來啦 我跟他媽媽媽 我跟他媽媽媽 你很可憐 你很可憐 我們被你害慘了 你被你害慘了 我不是說來求你 一定要收留我這個 可憐的老爸 我最後 只是不想遺憾終生 因為我老了 我隨時都可能會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